英國的疫情開始好轉 英格蘭地方亦開始放寬限制措施 很多香港朋友都趁著這段時間計劃去那邊居住或者那邊置業投資 今天請了張英廷導演 著名投資專家曾瑞和Sakura Global的Maris 跟我們談談英國樓市最新的情況 首先想問一下曾瑞和張道先 首先問一下這段時間 英國的疫情措施都開始放寬 當有很多朋友身邊的人都想計劃去那邊 有些資業或者投資的情況如何多了 我最新的消息是英國申請 BNO申請他移民英國的 原來由1月底開始到現在 每個星期是三千多種 如果你用成大五十二周 即一年成15萬人 遠遠超出英國政府最初的估計 這些實在是有人離開 有些人離開的時候 就說是BNO申請 尤其是我做運輸界的朋友跟我說 最近這幾個月 接了幾千宗 幾千宗的運輸 即是搬東西過去英國 即是搬屋那些 所以這個問題要分開兩邊 就是有些人說 不如先過去去找房子 有些人不是這麼趕 例如剛才說的那些 好像很快去去去去 有些人不是這麼趕 有些人在香港找房子 是多了很多人 這個可以說是一殺孤狼 可以說 生意多了很多 你可以知道 曾經說了很多數據上 可能是數字 將來有沒有見到身邊的朋友 都趁著這個時間 可能疫情好像好一點 都打算過去 現在這個時間過去 我想那些 就是我比較關心 和留意多些 就是教育那方面 我只知道有個朋友 他幾個小孩 進去什麼學校 沒有學校 因為像萬城 萬城有很多香港人去的 以前香港去英國的人 通常都是那些中上階級 或者高級的政府公務員 買樓、仇借讀書 現在多了一些中產 或者是對教育的質素重視 現在過去的時候 一下子的學校 尤其是Manchester那些 一下子的學校的需求大了 空間又不夠 當然他一定有學校給你的 但是可能要去遠一點 你家裡最接近的那個 去不到就遠一點 或者要等到9月 新的季節開始 從這個數字 你看到 我給一個WhatsApp 叫小朋友讀書 怎樣 三個都沒有學 小學那個比較好 中學那兩個 現在可能要找遠一點 可能是私校 私校就不值 公校就不用錢 你的資訊差很遠 是 其實有沒有看到 這些想著過去的朋友 其實都會在那邊 可能是 都會有置業在裡面頭 其實他們 都想著買樓在那邊 兩種 有些是想著租住先 有些想著索性買 老實說 早段的時候 有很多是 所謂的 中等家庭 或者小康家庭 過去的 他手上的 不值不是那麼多 主要集中 剛才說萬成那些 那些十多萬英鎊 甚至十萬英鎊以下 都有的 好像Sagura最近有一棟 十萬英鎊以下 一拿出來 全部都買了 十萬英鎊以下 香港人來說很大 是 幾十萬港幣 所以 早段 我看到很多人買這一類 不是那麼急走那些 又加上香港 如果有物業 他重申出來幾百萬 很失稅 現在近期就開始 多了人去看倫敦 其實最近有一個數據顯示 就是 這個 Waymove 我想大家都知道 你買二手一定可以檢查 Waymove 那裡出了一個數字 就是 2月份 倫敦的樓價 是第一 即是倫敦區 樓價是第一 單月升了3% 很厲害 單月 如果你將它 推廣而一年 即是一年升3-6% 其實是很誇張 當然不會每個月3% 但你可以看到 開銷的人多了人去找倫敦樓 為什麼它這麼重要呢 因為 英國樓 是由北到南 即是說 它越北 它的升幅越大 萬城是一支斜線地去的 倫敦就是up and down 如果倫敦有3% 我不知道它的指定是什麼 因為它的樓的 均價是9,000港元 到1萬元一尺 如果它有3% 的話 可以很厲害 比起Manchester Manchester 還可能周邊的 千多元 千七百元 甚至二千元 都有的 你想想一下 比價很大 老實說 其實整體英國的樓價 是靠北部的城市 即是剛才說 萬城 Nottingham 那些 那些大洞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地區的樓價基數小 它升少少就有十幾% 所以其實也不是升了很多 對 例如10萬磅 它升了1萬磅 11萬磅 這樣就有10% 所以其實去年 雖然疫情嚴重 你看到英國樓搞得意 是不折反升的 其實我想多數是歸功於北部的城市 我舉個例子 即是它的資產價格很特別 我的朋友 他幾年前買了一隻六圈的努力士 只有兩萬多元 誰知道原來它有一個四字 突然間錯看是怎樣 是扁的 然後是平頭四 讀一聲 他說在網上可以炒到三十多元 哇 好 他就說 喂 利物浦兩層的 都是五十多萬港幣 他說 我這樣買一隻標 我就可以有整層樓 收到三四千元港幣 你帶一隻標就是消耗的 但是你買利物浦層樓 它就可以升值的 今天是牙齒齒地說 嘩 你想一下資產價格 一隻手錶 抵得住利物浦的一個單位 話說回來 去年大部份的時間 樓價上升 其實不是香港人帶起的 是本土人買的 即是因為稅務優惠 是稅務假期 第一 低利率單 還有就是復累積就一定要購買力 好像香港最近的樓價有些小陽春 也是因為我想是累積 其實現在都挺好的 香港樓價又升 你換樓又有錢賺 就算不賣樓的資產價格 亦有提升 大家是相贏的 你不賣 refinance 數好一點 估值高一點 沒錯 土一筆錢就來賣英國 你明知那些食油低 變成那些動作很頻繁 我相信成家都會很大 你說得對 很多金本就是想拿香港的層樓會議塊 那些錢出來 因為香港的案件利率低 走過去去買 比你在那邊更划算 也想問一下Maris 其實是否前線經驗 即消息的情況 是否都見到香港朋友 這段時間都多了很多入息 其實是自住的為多 還是可能投資客那邊也有得到 兩樣都有 其實確實是很多很多查詢 我想回應一個問題 有很多其實現在在香港的客人 他們的心態 你問他 我買來自住 還是投資 我發覺 我們同時發覺 很多時候收回來的答案很有趣 我買來收住幾年租 我不知道幾時過去 所以變成我而言 其實很多客人 都是用一個自住的心態 去買第一間 那儘管了第一間之後 他就會再想 我還有預算的 可能我想在Liverpool 或者在其他比較便宜的地方 我多買幾間 來創造一些被動收入 那所以呢其實 自住用投資都有 但是大多數客人 如果他先買第一間的話 那想法就是想盡 將來一家大小過去去住 然後再買幾間 用來收租 所以其實 若自住之餘 也有投資成份 絕對是 其實想問一下曾瑞 其實如果投資角度來看 其實英國樓市 其實是不是都 離開走勢 其實都覺得是樂觀的 其實那個 是不是都值得這個時候去入場 好老實說 去年升了大概七八個百分之後 早幾個月其實有些調整 是下回一兩個百分之 不過三月就開始升了 無論如何都好 我想大家不要帶著香港樓價的升幅 去看英國樓市 即使它升 其實接下來我覺得 都可能是一年三到五個百分之 你說是不是樂觀 我謹慎樂觀 一定不是悲觀的 因為接下來 好多香港人去買樓 不過謹慎樂觀 不過我反而覺得最關鍵 當你看英國樓的時候 你不要單單看樓價 你應該看英鎊的倍率 這個才是最關鍵 舉個例子 那些是很極端的例子 如果你去年三月 當時因為疫情 而整個全球的投資市場倒閉 你在那時候買英鎊 我想你也聽過 那時候英鎊8.9 總值8.9 這一輪即使英鎊有少少調整 但都圍起10.7、8 7.8、7.4、7.5 那裏已經十幾個百分之 你明白嗎 英國樓價一年升十幾個百分之 與此同時 我個人對美元的前景 我看得很淡 三五年之後 我覺得英鎊有機會升到十五六 即港幣 回到十幾雅年前的 所以你不要只看樓價 即使樓價是平均的 未來幾年都是平穩的 沒有怎樣升 你就趁現在 你將港元換到英鎊去買它 那三年之後 英鎊升到十五六 你賺到的匯價 那裏也很厲害 因為香港人 被樓價縱壞了 二十幾年 只是上升 有時 連兩年前買 都升二三十個百分之 好像很容易 所以香港人 他用這個角度 去買英國樓 經常覺得他升得不夠勁 但這個世界 沒有一條直線 很浪費 所以買英國樓 就不要用香港的經驗去看它 我想長遠一點 比較好一點 是啊 講得難聽 你三五年之後 我還是不喜歡移民英國 但你可能在那裏買到一兩個物業 你匯水升了 那你套現回來買香港樓 你也有好處 我想問一下 張道那支是送我的小朋友去那裏讀書 如果你真的打算去那裏 其實如果香港人過去那裏住 或者打算買樓 選區的話 其實有什麼地方 是比較適合香港人的 我一開始 我經常去倫敦 但最後就覺得 倫敦你可以住 住我很開心 但我會在 假設給我 在孟行城買一間房子 租給人 拿一些租金 在倫敦租 因為倫敦的優勢 我認為是3%左右 但在曼赫斯特要高一點 所以就更好 但如果是跟升學的角度 有些人希望 倫敦周邊 即是那些 中3、4 那些 就算再遠一點 學校 質素非常高 那你就可以 買樓在萬成 然後租金 租在附近周邊 找一間好學校 那些好學校 又不用錢 那條數一來一回 千萬不要想著 我在哪裏買樓 在哪裏讀書 在哪裏買樓 或者在哪裏做 在哪裏買樓 這是一個錯誤 這是一個很香港的觀念 應用在外國 不一定那麽理想 對 我覺得她說得對 是一種調換概念 你買一個物業 先找一個高回報 租金高回報 你拿了一些租金 不然你喜歡住哪裏 高回報 通常是北部的城市 教育 那些人沒有一個叫做 教育都是一個回報 有些人都是一個投資教育 那你變成一個好的學校 然後跟著 好似我們上次講過 說反應都頗好 倫敦 倫敦的深水埗 有一間學校 有48個 58至56個學生 進入了這個 Conditional Order 進入了這個 牛津劍橋 多過Eton 如果你在那裏 租過一個地方住 那你入讀的學校 的機會會高很多 是吧 你想一下 這個回報 你沒有想過 是吧 那你當然不要買 那些樓價不是特別高 但也想問一下張道 其實很多人都說 英國的私校 當然是首位一致 但其實公立學校的人 說質素可能會差一點 其實是否質素是怎樣 香港人 基本上我們都有一個 歧視少數民族的心態 尤其是香港 你將南亞裔 一見到南亞裔 你就腳軟了 那你去到那裏 看到南亞裔 相對多 因為在英國 真的很多元 他的南亞裔 就算他是 黑色 有色人種 都很多種 有非洲 真的周圍都有 又有印度 在這樣的情形下 你記住 印度人和香港人一樣 你看印度人多 你不要怕 那些學生水準高 讀書 他們很勤勢 我們在說那間 那間叫做 Manor Academy 什麼 Hampton Brenton Manor Academy 三分一 不是他們的母語 三分一的人 都是有顏色的 然後他們的功課 可以去到牛津劍橋 所以你見到他們 很害怕 其實你就走過 我也很認同 導演所說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現在英國的財商 和倫敦市長 其實都是印度的 所以其實都是很高 HOME Secretary 內政部那個也是 都是有印裔的 所以我想大家的眼界 開闊一點 遲些應該有華裔 因為香港人過最多 不足奇 香港人在全世界 出名讀書很厲害 聽張道這樣說 即使公立學校 英國那邊都可以放心 安排子女去 當然 你公立學校 如果你害怕 其實英國的資訊很開放 你問了哪些 好像現在的學校 明明 三分一人 即是沒有錢吃飯的 學校給買的 都這麼厲害 你找到資料 買那裏 都說收租 去那裏找地方住 越近學校 機會越高 可以去那裏 不過好校區 樓價都可以 據你的經驗 一個好的校區 樓價都可以 都可以的 還有應該這樣說 樓價的擴跌力 非常之強 還有我們幫客人 去分析 例如買個區 買個樓盤的時候 我們都會做些分析 看回個案來說 在英國政府 地段的數據 地段有沒有升幅 普遍來說 正如真相所說 我們看到好的校望區 其實除了樓價 有一個上升過程之外 亦都有你的意思 就是治安都不錯的地方 我給了幾個例子 這是真人真事來的 我的朋友 他在Kingston 找了一間公校 而是有IB課程 公校有IB課程 你知不知道樓價 可以相差多少 20% 20-25% 可能是隔一條街 他現在 他已經賣了一層樓 入不到 但他不管 他先進去 住了 為什麼呢 一開始之前 那兩個 再近一點的 被人撕走了 又是香港人 香港人 很厲害的找學校 所以 你要比他們更加聰明 香港的怪獸家長 很厲害 對 對 我想到了 如果你做這麼少的功課 他不滿意 我爆一點點資料 我告訴你 張道宇早前 買過的單位 後來被人撕走了 撕走了 都是香港人 對 張道宇早前 是香港人 對 我想問問Maris 你的客人 其實多不多 都是特意指明 我要選一些校區來買 那些 有這些客人的情況 多不多 其實是非常非常之多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我們很多 在香港的客人 他們買 就是選一些地區 無論是一手或者二手都好 其實他很關心自己子女教育的情況 所以 其實無論他買什麼城市都好 或者買什麼區 或者一手或者是屋房屋都好 我們都會憑他做少許分析 看看附近有沒有一些 正好和好的校網 無論是中學小學 如果是欠缺了校網元素 其實很多的家長 是不會考慮那些樓盤的 其實除了校區之外 其實有些提示給香港朋友 在英國買樓的話 有些什麼要注意 還有有沒有一些復位 經常都會說 有沒有些事情要避開 我想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很多香港買家 他面臨的挑戰是什麼 首先第一件事 因為現在英國的市況 走得很急 無論你一手二手 好的地段 好的盤 其實都賣得很快 所以變了來說 現在香港很多買家 由於他過往來講 沒有一個英國物業投資的經驗 不知道英國那邊 買樓究竟要怎樣溝通 牽涉到的parties 譬如律師 驗樓的surveyor 或者是怎樣跟賣方的經濟去溝通 那這個挑戰出來了 因為樓盤就不只是我們香港人買的 本地人都很急 很多時候 譬如你在樓盤網站 譬如RightWoofer Super 你看到一些二手盤 它可能是4月1號發出來了 但原來4月2號已經被人買了 但問題是很多香港的朋友 就是由於他們自己不熟悉 怎樣去分析一個樓盤有多好 譬如地人好沒有 價錢買得合不合會不會太貴 有時會不會太便宜 會不會有中伏 其實沒有這些知識 就不能在一個很短時間的情況下 做到的決定 我又要在一個很短時間的情況下 跟人搶盤 但搶盤回來不會中伏 究竟是怎樣做呢 這是相信很多香港買家 面對到的問題 這個要交給你們 其實它的假象 你看完RightWoofer 我以為自己變成專家 其實這個就差很遠 因為它的相片和規定都不同 你看到我 我去過八天 即是真的在RightWoofer 我們看有些差很遠 相片拍得很漂亮 Y-Angle 去到上下左右 真的拍得很漂亮 我可以分享一個真實案例 曾經有一個客人 他在利物浦看重監督 他自己在網上看的 正如導演所說 拍照好像都OK 他說 Marius 可不可以派你的同事 幫我現場看樓 拍過影片 幸好他有做這部 為什麼呢 因為到現場的時候 同事幫他拍影片 發現原來很多天花板的角落 是發霉的 然後再看牆 近著地上的位置 很多都已經潮濕 已經是穀起了出來 然後因為很多屋 都有兩層高 然後我們同事 走上樓梯的時候 扶手搖搖 差不多半個掉了出來 那這些看商完全看不到 沒錯 所以最後那一刻 當然是不會去前進 但是變了來說 為什麼我剛才所說 香港面對這麼多挑戰 我隔著海 我要怎樣在很短時間之內 找到一個好盤呢 如果我們沒有當地的團隊 真身幫你看的話 正如導演所說 因為Agent很厲害 拍照永遠是就角度 他不是說謊的 他是就角度 你看不到 他建議你們看 但是我香港人 在香港沒有團隊幫他看樓 那我怎樣去做這個決定呢 所以變了來說 我都可能是 剛才分享的案例 大家都可能會有些 都幾擔心 但是想和大家分享 其實很多好盤 未必存在這些問題 但是如果沒有一個 在地的團隊去幫你看樓的話 其實在這麼急的市況之下 可能你會有些機會 或者賣錯 他有些已經 好像Right Move 有些人已經開始 要Right Move 這些地產 就是網上的地產提供盤的話 你每天用這些角度 你不可以用一個 人視眼以外的角度 即是你不要用28mm 即是用來拍戲 即是廣角鏡 或者闊鏡 你一定要用人的角度 人的角度 可能是50 就是這樣 那個是你看到的 即是我們習慣 我們的角度是這麼多 你做一個這麼多的 你看下去 哇 以為很大 其實一腳伸出去 就已經到了對面 他現在就說要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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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這樣的責任 不可以製造一種 叫做錯覺 這個就是消費者權益 所以有土必有真相 其實你講到 眾部位 除了 那一層樓 找人去驗之外 有很多律師的 法律過程 找那邊打 按揭的價錢 之類 其實都很多眾部位 是 很複雜的 是 即是你真的要有一個好的A準 他給了一個好的律師 來 那個地渠 那條渠怎麼走 你都不知道 走到下面 哇 有一個沙井位 尤其是舊 那些渠走到 孤靈精怪 當然它不是很多 那麼複雜 但是 即是律師有責任 幫你檢查這些 所以不要說 我省一兩個經紀佣金 自己先搞 坦白說 你自己搞 譬如你上Waymoo 經紀 他都會修理 對不對 其實如果香港有一個可靠的經紀 又是 大家廣東話溝通 所以他要廣東話 律師的廣東話相差很遠 真的相差很遠 你罵他他有感覺 喂喂喂 很久 你鬼佬 你太長時間了 你都不知道 究竟是 你的主意是什麼 是重還是不重呢 我應該是快還是慢呢 所以 曾Sir和導演都分享了 對的 在律師方面的選擇 都是 都是一個關鍵為止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找一些 有香港人背景的律師 但是他人在 林敦或者曼斯斯特 好處是 除了講廣東話之外 某個程度上 都是理解到 香港人的 賣東西的節奏 和溝通的文化 所以如果在英國來說 可能相對生活節 就會比較慢一點 又或者可能 英國的律師 他們有自己的 一個工作的模式 或者風格 很多時候 如果你是直接找一些 英國律師的話 你未必能夠很順暢溝通 大家都沒有做錯事 即是客人沒有做錯事 律師都沒有錯事 但是在溝通上 會產生很多憂慮的情況 但是香港的律師 就很好 因為知道香港人想什麼 回應也比較快一點 我再給你一個 在Bolton的例子 有一個朋友 在Bolton 有一個十萬磅 一個屋子 好 好了 那些律師 很久 也挺久 他覺得很久 他說 喂 這麼久 他說 不是 我現在問了他三個問題 他還未回答 他說什麼問題 那個也是一個香港人 不過你自小 在香港 三、四歲 就去了那裡 廣東話 但是也是鬼妹 我問他下面 就是那些渠 怎麼走 他說 不要緊 那些渠都沒有錯 現在 因為Bolton突然間 有些香港人就湧了去 在Manchester那裡 你們也知道 很旺 他說 那些渠都沒有所謂 總之 他不是 有些渠是封了 他不知道什麼渠 我要等他去 快點去 現在他買金 不用了 因為他最後一刻 他不能下訂 沒有這件事 他就心急 香港人的節奏 就用必買 教育了他 如果現在不買就死了 不用你這麼多 他問是不是不用你 他說 是呀不用你 去呀 完全 這樣 這個就是 那個人 其實做了很多 那個女的律師 都有這樣的經驗 他說 你說的 我也去 當然他知道 那個危險程度 不是很高 不過他律師 一定要很仔細做完所有的事情 你去吧 他都沒有所謂 英國的事情都很清楚 我已經說了很多 大家要小心 其實都想問一下 如果說喜好 在英國賣樓來講 正常阿章道 其實你們喜歡買房屋 還是當地的 Terrance House 甚至是獨立屋 你們喜歡住哪一類型 或者是喜歡 如果選擇的話 會選哪一類型的物業 比較開心 如果說初到季境 其實我覺得是傾向你 不如先買房屋 因為房屋 相對於房屋 以北部城市為例 都是比較偏便宜的 當然你不要買到城市核心 為何這樣強調 先買一個房屋 玩玩玩玩 原因就是 剛才Marvis提到的治安問題 如果你是獨立的房屋 其實我想有興趣買英國物業的人 都上去看看YouTuber說些甚麼 很多爆格都是獨立的房屋 你不在這裏 可能先住一個月 但如果你是獨立一棟房屋 通常都有管理的 即是有管理員 這些案例就應該很少 即使收租 即使收租 其實你一棟房屋 都有時是好過一個房屋 即是有時英國都有租霸 但如果你有認識 他會通知你 喂 那條人出現了 叫一個物業館 幫你那些人 立刻去找他 但如果你獨立的房屋 就很麻煩 未必有這些 另外好像Secure 我都在他那裏學 他有一些 將那些 儲存了一些 譬如以前的政府物業 或者一些舊的 真是新的 那些房屋 其實有些少少 怎樣說 有些少少歷史的 那些牆也很實正 有幾典牙 裡面都是一個房屋 都好像十多萬磅 沒錯 那些房屋 我覺得 鋼筋那些 我覺得沒有什麼風格 那些風格也不錯 這位兄弟就買了兩個 那些很便宜 幾人買了 那些買兩個 都想問問Laris 如果客人 通常他們的喜好 都會問貓倫多 還是其他旅屋 都會有些興趣 其實說真的 所有屋營都有工場客 說一下大家的心態 對 那如果譬如說 買屋營的時候 正月真側上房 那它是求一個安心 它方便管理 因為屋營有很多 維修保養的東西 其實就已經有一個 大廈管理去幫你照顧 那你買回來的時候 基本上 如果你是投資角度來說 那你就這樣 就是收鑰匙 然後就找代理 或者我們同事 幫你放租 那就沒有什麼 特別的維修保養 要注意 那很多廣場下的屋營 還有如果是屋營的客 他在找屋營的客 他除了用來 譬如是市中心放租方面之外 他自己可能是自住 自住 就除了他治安好多的話 亦都是屋營的地方 因為那個叫做人口密度比較高 各樣的配料都好些 譬如學校比較多 交通方面 可能公共交通比較多 有些朋友 我不會駕車的 在香港沒有學過駕車的 那通常那些客 都會願意 或者是喜歡找屋營的地方 比較多一些 如果找屋營的朋友 可能是在我的自然環境 或者是 我喜歡老公一輛車 老婆一輛車 兒子今年18歲 又可以駕車 有幾輛車 都在門口 所以其實 每一種屋營 都有碰場客 如果你去到 已經住了幾年 你就住在房子 一對香港人來說 這是一個夢幻房子 香港也沒有機會 可以住在房子 獨立的房子 有一個自己的花園 又不是貴的 就是這樣 其實 現在也在說 其實現在香港坊間 有很多 一手樓盤 英國每個星期都有很多展銷會 但其實二手比較少 一些人說起 其實如果買一手物業 還有二手物業的時候 其實那個 好處 還有那個 憂慮的地方 在哪裏 其實我都想和你了解一下 可以 或者說一手和二手的 很多朋友 或者我們應該這樣說 從買家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一手來說 最大的好處是 就是發展商 根據現在 現時英國的 法展商 是需要有一個 十年的品質保證 就是換言之 譬如說 我由手持開始計 在家上 無論它的結構 或者在其他 不同的 周邊的地方 如果是牽涉到 那個大廈的質素的話 是發展商 是需要 免費幫業主 去執樓 或者做維修的 所以 一手物業來說 是有這個好處 還有 譬如說 一手物業來說 大家是想買房間的話 那就要注意一件事 房間 如果你買二手的話 如果你的房間 是2017年前建造的話 可能你是不符合 一些防火規格 那不符合 防火規格 最嚴重的情況 是什麼呢 就是說 銀行不成功按揭 你可能被訂購 你不知道 原來律師出了出來 那間樓 是不符合 防火規格的 就算你買了 成功買了 到你將來 二手轉賣出來的時候 很多二手買家 英國本地的二手買家 知道你這間房間 是不符合 這個防火規格 是沒有人會接受的 所以如果有些朋友 他真的鍾情於買房間的話 我會建議真的買一手 因為現在建造的房間 建造的房間 全部都符合了 防火規格 那就不會影響 銀行股價 也不會影響 你將來轉租的機會 符合也不會批 政府 是的 所以這個是一手樓的好處 那二手樓來說 如果大家真的需要買二手樓的話 亦都多給教育朋友 去看二手樓 會需要注意 除了你買那間房間 那個 就是 屋的屋價 和律師費 這些機票開支 Standability之外 其實你都要預算 相當的預算 做一些叫做維修 或者翻身 那我們的經驗來說 小則都要花幾千磅 那有些客人 他對某間屋特別忠情 但是 發覺都很多情況 要執和 那可能都去到 說兩三萬磅 都有這樣的情況 我想問一下張道 其實在英國的經驗中 主要是一手樓 還是有看過那些二手樓 我喜歡看維多利亞式的 很古典 我喜歡有些歷史價值的 房間 或者翻身 那些 香港的樓 那些樓 有一手二手 又有歷史 又有一些政府 推出出來的 以前的辦公室 有銀行 社會 你可不可以想像 一個教會 賣出來 即是拍賣 那個喜價 大概是九萬磅 你想想 如果一個社會很大 九萬磅 就可能十萬八萬磅 十萬磅 他們已經可以 成交了 然後拿出來 一方面 我自己想的 我沒有 即是這些行業 考自己的腦 那個教堂中間 要是可以 甚至可以 成立一間教會 給香港人 第二 就是可以做超級市場 又可以做超級市場 又可以做超級市場 又是中空 因為那裡很高 就是教堂那些 你可以做超級市場 那裡有一個餐廳 加一個超級市場 給亞洲人 因為現在香港人 我想如果是這樣的話 香港人的經濟 那個規模 那種自工自給 都可能會夠 如果你想想 有百多萬人 香港人如果在英國的話 他提供 那個叫做經濟的交換 茶餐廳之類 他都可能已經是一個 即是夠養到你的 所以很多事情可以想 是 張道的概念已經超越了賣樓 變成他 即是想想計劃一下 移民到那邊 可以怎樣發展 我最喜歡爆料 他不是只是說 他真的有做 不是不是 說而已 他到那邊做了 說 即是想事情不用錢 即是想事情沒有成本 是 明白明白 其實想問一下曾sir 剛才也說過 英國樓的升幅 其實主要是 其他一部份 很主要的部分 就是受惠於英鎊的升值 其實如果有些朋友 就問 其實如果我拿英鎊 我未必會買英國樓 其實你會怎樣看這個問題 沒有問題 就是拿英鎊 不過你要想一件事 就是 如果你只是拿英鎊 來後大家都預料 那種心理就是負利率 即是你要賤利率 但是如果你拿英鎊 又投資一個回報高的物業上面 譬如說剛才的 Manchester Libberpool 那些 可以去到七八里 三年二十幾 三十里 你不是這樣 有得去 白白放棄了這個機會 就是我租金收入也可以 如果一個不小心 樓價又升少少 不要說多了 升少少 一來一回升 增成三四十個巴仙 當然你只能等金融升 這是沒問題的 那為什麼你不這樣做呢 我會覺得很奇怪 而且樓價有一個槓桿的價值 你可以remortgage 當然你覺得它升的話 只要覺得磚頭 即是印磚頭 沒有印銀子那麼快的話 磚頭的保值能力 一定是比那些銀子強的 而且它有一個remortgage的能力 你變成你的公幹 可以大一點 放大了你的價值 明白 Paris想問一下 如果真的好像曾sir和蔣道所說 又想賺 又想賺過樓價升風 其實投資什麼類型的物業 你覺得其實現在 是最適合的呢 我想如果譬如說 對一些英國的物業 入門投資者來說 我會建議大家可以選擇 那些公幹 簡單來說 就是會有一個大廈管理的公司 即是幫你管理 地方來說 我們會建議就是 未必需要去選擇一些大城市的真正市中心 可能圍繞著一些大城市的周邊 大概20至30分鐘車程的地方 舉個例子 現在譬如說 我們最近都買得很好的地方 就是在Manchester北邊的一個城市 叫做Boulton 那裡會有一些實現樓的項目 甚至乎連租約 譬如說 可能是你買一間兩房 都是不需要二十萬磅 十幾萬磅就買到一間兩房 回報那裡來說 其實都說六七零都可以做得到 明白明白 今天到了三位 和你談了很多英國樓的資訊 也帶了很多信息給我們 如果想知道更多關於英國 馬拉斯上 其實馬拉斯有什麼方法可以聯絡到Sakura 當然可以 可以上回我們Facebook 你透過Facebook的Inbox留言 或者我們有WhatsApp 我們的同事會盡快回覆你 除此之外 在我們公司的官網 我們的網站上面 都有很多一手和二手的物業的更新 同時間我們也有自己的YouTube頻道 有很多張導演和曾sir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很多小提示 大家可以記得留意他們的頻道 可以看看曾sir和張道的對話 和和這個樓的 或是間中來參加的講座 對呀 和我們四個哈佬 沒錯 大家記得留意 今天很感謝張道、曾sir和馬拉斯三位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